原标题,普京一下子解除九名将军的职务,到底是什么原因?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月8日报道,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解除强力机构九名将军的职务。 俄罗斯法律信息官方网站刊登了这份命令。 目前,俄官方没有公布被解除职务的原因,2月10日观察者王,军队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石,将军是军队和国家不可多得的财富。 普京为啥下令解除强力机构九名将军的职务,个人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,第一,新陈代谢,正常变动。 普京已经开启自己的第四个俄罗斯总统征程,被普京借出职务,更换了将军很多。 去年8月,普京就借出了内部部,正常委员会,和紧急情况部,共15名将军的职务,这次解除9名将军的职务还算少的。 适者生存,不适者淘汰。 普京一方面解除9名将军的职务,另一方面也认命了多名将军的职务,这叫流水不服,互输不度罢。 第二,大力反腐,整肃军队。 军队腐败的危害非常之大,可能亡大亡国。 任何一个国家的很多人,在军队干久了,尤其是当军官久了,难免不贪腐。 而军队依贪腐,影响非常坏,所以,很多国家反腐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军队。 普京这次解除强力机构9名将军的职务,不排除是在军队中进行反复。 俄罗斯经济目前很困难,如果军队再出现注重,不仅俄罗斯不开重负,而且百姓要茂娘。 普京是俄罗斯政坛甚至国际。 政坛常倾诉,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情吧。 第三,清除异己,更用选人。 最近一段时间,普京支持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,更需要任用忠诚可靠的闲人。 把自己的朋友搞得多多的,把自己的敌人搞得少傻的甚至没有,这是肯定的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其他人靠不住,干脆让女儿女婿在白宫担任重要职务。 普京任用一些有才有的知人为自己所用,实在正常不过了。 当然,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原因。 由于俄罗斯官方没有公布普京解除九名将军职务的具体原因,外界就只能合理的猜来猜去。 俄罗斯官方甚至普京本人会不会解释原因,什么时候解释原因,或许不是最重要的。 重要的是普京正在努力兑现自己的承诺。 第一,还俄罗斯民众一个强大的俄罗斯。 第二,到2024年总统任期结束,带领俄罗斯进入世界前五的经济体。 毛坎云 毛丹 毛坎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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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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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